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7年以前 也就是2015年 原西安政法大学终身副教授陈宏国老师 他起创建了西安芝物芝文化艺术空间 在短短的7年中 芝物芝的声望 它的影响 迅速波及全国 名闻狭耳 我们今天就以本期胡侃 我这个小小的节目献给芝物芝成立 7周年 应该说是献给思想先驱们的 一份小小的礼物 就以今天的胡侃专辑 我们今天这个胡侃将要介绍这么一个人物 他是陕西沪县的城关镇七一公社的一个农民 叫杨伟明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 获得这个人名和他的相关介绍 杨伟明就是一个先驱者 而我今天所讲也多半依托于原胡耀邦的政治秘书 林沐先生的口述 源自于这个 因为林沐先生参与当时陕西省的宣传工作 所以对杨伟明以及相关他的一些事情 和围绕着他所发生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都有了解 所以和百度和 谷歌上搜索所了解的东西 或许有不一样之处 我希望十一补缺 就是通过我今天的这个胡侃 十一补缺 杨伟明是一个普普通东的农民 他的确很普通 只有三年私书的这个教育经历 就相当于一个小学毕业生吧 他是22年出生 68年去世 49年前 他曾经被国民党拉撞钉 当过三年兵 不堪忍受的军队里边的那种 那种意识 那种生活 他逃离了部队 回到了他老家 继续务农 这个我们简单说 杨伟明为什么会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反响呢 这源自于1962年8月份 也就是这个季节 该是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了 当时62年的那一年 我当时应该是小学二年级 当时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 谈到了这个杨伟明 而毛主席这个谈话的这个 尤其谈到这个斗争 他这个谈话方式 大家可能有所知晓 他往往是举一个反面的例子 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 第六出来 然后呢 讲述这个案例 然后以此作为对象 然后加以评判 进而推动一次思想革命 或者一次政治运动 这是他习惯的一种工作方法吧 而这一年呢 毛泽东赵丽 举出了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既不是高官 也不是贵贤 也不是什么重大事件的这个影响者 或者操作者 他就是杨伟明 陕西厚县 陈关镇 七一大队的一个普普通读的农民 四九年以后 他基本上在家务农 而在务农的这个期间呢 他通读了能够到手的几乎所有读物 爱学习 爱思想 要不我说怎么思想者的先驱呢 而后来呢 他在这个读书和思考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敏锐的发现了四九年以后 到五八年这个期间呢 我们国家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政策 也就是同时呢 伴随着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 推动这些政策的一些运动 他发现了一些问题 而毛泽东呢 当时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 杨伟民当时写了一篇这个万言书吧 就是当前行事怀感 这样一个进万言 就是万言书 而能够引起这个毛泽东关注的 在这之前有邓子辉 关于包产到户 他的他的建议书 另外有著名的庐山会议 彭德怀的这个万言书 八万字 那是八万字 他通称万言书 当前行事怀感 是千字书吗 万字书 多少 具体的 我还真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文章 总之 这个当前行事怀感 这个万言书 被投到了西北局 投到了陕西省委 以至各级领导 最后投入中央 当然很快就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而毛泽东在62年的这次北戴河会议上就概括性的对这个杨怀民等等三人 杨怀民当时是是一个会议 村里边的会议 他和这个大队还是相 总之两个公社干部 三人联名 由杨怀民撰写完成了这个万言书 所以毛泽东对这个万言书有一个概括 我把这段原话念一念 毛泽东认为杨怀民等人的万言书 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还针对这个万言书讲到说 一夜之秋 异地截然 这是杨怀民这个万言书里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几点问题 最后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 这四个现象和我们的部分建议 实际上是一夜之秋 就是从我们这个陕西沪县这个局地 就可以看全国所谓一夜之秋 这个一夜之秋当时就成了 明造义时的一个流行语 后来这个 前些年这个杨怀民被平凡以后呢 出了一本书 也叫做一夜之秋 毛泽东说 万言书所讲的一夜之秋 异地截然 一夜之秋也可以知冬 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 任何一个阶级都要讲自己有希望 互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 他们讲的是单干的希望 对这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 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所以在这次北戴河这个会议上显然毛泽东是第六出一个反面这个典型就是杨伟民以及他的三位这个同乡和他们的这个基本文本就是万言书作为反面教材 那么这个万言书里边都提到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大家来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啊 这个万言书当时针对的是62年 因为它是62年提出的这个万言书啊 哎 他也就正好就是我们大家所所说的这个史料里所记载的三年自然灾害即将结束啊 在这段时间内啊 这万言书里提到了这个 呃 当前不是刑事感怀嘛 所以我们面临的是生产凋零 人民饥饿 农村经济啊 兵临 破灭啊 提到这三个问题很严重了啊 呃 提出了这三点 开宗民意 点出了这三点 而进而进深分析呢 就是说从这个人民公社大跃进从这三点去进行这个表象的分析啊 这是当时惯常就是中央各种会议啊 呃 几乎所有的干部习惯分析的这个思路 认为这个大跃进走得快了 人民公社啊 办得早了 呃 时机不成熟啊 普遍是以这种观点 而杨伟民呢 在他的这万言书啊 和这两位同乡啊 在这个万言书里 却提出了令人发醒的深度的思考 他们是从三大改造 和这个计划经济 花费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逐步去完成这个啊 杨伟民这个万言书啊 他们对这个国内时局的这个细部分析啊有这么四点 第一点 杨伟民他们不是像一般的干部仅仅是对这个东西或作为检讨 或者作为顶多作为浅显的认识表露啊 他们是提出了对这个当前时机所谓感怀嘛怀感嘛 提出了见识性的意见 其中第一对私人工商业啊进行有节制的改造 而不是现在是大一统的一律 哎怎么收贵国有或者是合作化或者怎么啊 哎他们当时提出来了这个对大的一些工商业主实行改造 而对小的一些这个恰恰是最多的部分啊 大多数啊你包括这个烟摊呀 哎像我们现在这便利店啊 类似于当然那时候没有便利店啊 就是类似于这种小小杂货铺啊 合作这种小杂货铺这种形式商业模式啊 这属于小型的啊改没有改造的必要 而应该因为这是占这个是占比较普遍的一部分啊 而对他们进行有节制的控制 他们继续这样来保持他们的积极性 你同时可以通过税收啊 对他们节制性的呃 洋育他们发展他们啊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土壤嘛 对吧 所以叫做节制性的哎 和前面那个大的工商业的改造不同 它是节制性的改造啊 哎总之一句话 这第一点他就是对建议对这个工商业啊 大小工商业主啊 进行有节制和改造两种步骤啊 去完成 另外呢就第二条是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单干 注意啊 这一地方不是说仅仅指的是 哎 我们说的资本主义单干啊 不是这意思 他加了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单干啊 我们看看社会主义单干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呢 这个社会主义单干啊 杨伟明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单干是土地啊 就是分田到户啊 把重新把这个人民公社化的这个田地啊 分给农民 哎 由农民自我经营 土地归于农民 但是仍为国家所有 而农具 哎 牲畜啊 这些东西全部分到这个农民手里 哎 由他们自己来使用劳动致富 分这个农具 分牲口 到户啊 归为私有 可以进行鼓励进行劳动致富啊 但是不能买卖 这些东西啊 不能买卖 买卖不是就他就认为就就形成了这个不是那个所谓社会主义社会 嗯 杜绝这个买卖 有买有卖就有饭就有贩卖和长途运输等等等等所谓投机倒把一系列一系列的这种生意行为啊 哎 当时是这个是杜绝的 所以但是杨维们他们客观的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大政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提出了提出来可以不买卖 但是把这个归为私人享用啊 工具 牲口归为私人享用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后来所当时呢 包括我们这年龄的人啊所见到的不是这样 对吧 农民耕地啊 或者怎么样啊 都是公社有牲口棚 牲口卷 哎 都是归于公社所有啊 你去耗 去使用 使用这个生 哎 有限制的使用这个牲口 而不是归为己有 而这个在杨维民的这个社会主义单干里边呢 就指的是这些东西归为你有 但是你不能拿这个去倒卖 对吧 哎 用以致富是可以的 当然了 也就是 呃 至少在杨维民的这个书里还没有提到故宫 对吧 你的田地多了以后故宫啊 这个东西社会主义制度 呃 是49年以后啊 政府一直 忌讳的啊 他没有提到这个 这这点他是没有涉及到的啊 呃 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 他所提到的这个社会主义单干啊 这个名词啊 应该说是 我们想想是在那时候安徽那个凤阳 不是有一帮农民呃在私下里签协议到了生死关头人已经无法生存下去 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私下的一帮农民啊签署了这个生死协议然后呢秘密的分田到户开始实行这种单干形式这种模式啊 经济模式而这个模式遭到了一些被暴露以后遭到一些被暴露以后呢最后还是当时主导安徽工作的万里啊 哎 然后呢鼓励了这个行为的执行啊 他继续执行 而这个已经是20年以后了呀 哎 呃杨伟民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应应该是在20年以前 呃可以想见他们是高瞻远瞩啊 可以想见万言树从此可见一般 他的这个前瞻性和先进性已经远远高于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20个年头 而这20年呢给国家啊经济带来了多多么大的影响和甚至损害对吧 假如没有这20年的话那将是一个怎么一个景象呢 呃所以由此可见这个杨伟民他们的这个万言树价值非同寻常 思想意义非同寻常 另外第三条呢这个就是影响比较大了啊 就是直接对当时呢实施的这个计划经济啊进行收缩 这是应该说是一个大的举措啊 万言树呢第三条呢建议收缩计划经济 而他在这个又不是大一统的啊一概否定 他建议对大的工业商业啊进行节制和收缩 这一点呢是核心 而对农业啊就是农民啊 这是所谓的小农经济啊 农业生产啊这些农民的这些 呃小范围的这个小规模的这种农业生产啊 粮油猪菜哎这些这些东西啊 可以进行小范围的自由发展 自由交换进行自由发展啊生产和自由交换 而对些各地所需不同啊 有的有的地方粮发发达有的地方油发达 他们可以进行异地这个交换啊 对这种不要一概而已这个投机倒把 长途贩运啊来把它来进行批判 而鼓励这种东西啊进行一定范围的这个交换啊 这样一来呢既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的这个计划经济 因为毕竟还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嘛啊 只是进行一些收缩 对大的类似于现在的国有企业啊进行控制 而对农民的这小范围这些东西啊 要活跃市场经济 就不是计划经济了而是市场经济啊 所以对他们进行适度的开放和自由发展 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易 而由此呢带来的那种异地交换啊 弥补之间的这个十一补缺吧啊 就是这样十一补缺 对这种行为不要一概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资本主义的投机倒把啊 商业经济不要以这个来定论 另外第四点 万言书里第四点 对这个民主以集中制啊 民主集中制啊 这个做了他们的认知的这个分析啊 这一段我觉得这个林木先生 他在这个原文里有这么一段话啊 概括的比较精确 所以我把这念一下啊 就几行 杨伟民认为啊 实际上这是这个林木先生总结的啊 杨伟民认为民主与集中 不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 或者专制 也不是群众做一半主 干部做一半主 也不是民主和集中的混合与折中啊 他认为就是杨伟民认为 就人民这一面来说 人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 而集中呢 并不集中领导者的意见 而是高度集中啊 而是高度民意集中的体现出来的真正的民主 大家看出来没有 这个完全就是就是一人一票啊 就是那个意思啊 完全来自意见 来自于人民的高度集中 而不仅仅在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洒开来的民主 人民民主 你自由发言 自由看似也似乎人人都有这个什么权利啊 但是呢 最后集中呢 是干部由干部做主 干部想怎么说啊 可以可以稍稍的做一纠正 而这一纠正呢 失智毫厉 差着千里 就把完全把民意啊 翻了个天 改了个个儿 是吧 所以若是杨文明他们的这个外言书里 第四条里边的核心意义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他对民主集中制啊 我们这个从小都听到这个话啊 民主集中制做了一个精辟的这个阐述 这是他们的观点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杨文明这个外言书里啊 价值何在啊 他们不光对这个计划经济 对这个农业生产 工商改造 甚至到了这个上升的理论 民主生活啊 民主政治生活啊 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且是都是超前的见解 以至于超前到20年以前 提前了20年 是吧 想想一个 生长在农村的私塾 仅仅上过私塾的这个一个普通农民啊 当然这是我们应该 打个引号 已经不是普通农民了 由于他自我的努力和思考 和长期生活在基层 生活在农村 他的见解就非同寻常 来自于实践嘛 对吧 而杨文明呢 恰恰把最后这个民主基重制啊 用了个恰当的 又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 就是说双轨道 而不是单轨道 单轨道你 民主和基中在一个轨道上 对面开车 必然要撞车 而是实际双轨 民主和基中双轨相向而行 这样以来呢 或者并驾齐驱 或者相向而行 各自不受干扰 他认为这个应该实行双轨制啊 那个意思通俗点讲的话 比如说是政策 上面的上前下达 从这条轨道过来 然后下前上达 由这条轨道上去 双方啊 不会因为单行撞车 这样以来呢 各行其道 畅行无阻 而不至于像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 关于信访制度这个问题 温家宝在2003年 在北京召开了这个 信访这个工作会议啊 当时影响到全国 数万访民们啊 齐声欢呼 很多人都打起行李卷 在北京住了多少年 最后都返回了家墙 一声号令 在温家宝的这个政策之下呢 一声号令返回家墙 期待着他们递给中央的 这个文件能够按照 温家宝所说的 逐渐 给他们逐一解决 而且每案必办嘛 但是呢 没想到呢 这个后来这个温家宝 按照温家宝总理这个指示的 这个每一个案件啊 最后到了地方上以后呢 正好和底下上行 下行上达的这个 在一条轨上 蹦撞了 为什么呢 当年农民们跟基层干部 讨要说法的 讨不来说法才绕道去了中央 现在中央又通过这些干部呢 下达了所谓的指示 然后跟农民就直接交代 那不就是一句话 通俗的这样 就哼 你还抱到中央去了 可不 现在又还是在我手里 还是由我来处理 对吧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单行鬼 单鬼啊 杨维明所说的是 双轨制 个性其道 互不撞车 而互不形成障碍 就是路障 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形容 杨维明的这个万言书 在中央这个 62年这个北戴河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上 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 应该说是很严厉的 就是批判 所谓反面典型 杨维明他们的结果 大家可想而知 那些细节说起来 那就是千言万言 一事难以 难以竖清 我们就直接跳到文化革命开始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你比如说当时的西安市市长 副市长 应该是刘耿 还是刘耿吧 当时他把这个东西就交给了 我们就不说哪些干部了吧 当时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精神传达 下来以后呢 地方干部没有像现在这么 步调一致的去执行 而很多党委层面啊 他是层层下发嘛 对这个来自于中央的这个文件精神啊 都做了一葫芦画瓢的这种描述啊 就是杨维明这个犯了什么错啊 这个文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所在 这样描述啊 而最后结尾呢 是建议呃文件所传输的下一集认真阅读 而且更有奇妙的是个别干部在里边签署的是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批判和改进工作啊 用这种方式啊 没敢说选择性的啊 认真去思考和改进我们现在的工作啊 这就耐人寻味啊 这样的事情啊 因为都牵扯到了 在林牧的这个原件都在我手里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不是书稿 而是他的原件 我手里有他三四百封这个通信原件啊 和一些文章的原件 在这个原件里是大量的提到了 当时当然现在这些人都退休了啊 都提到了一些有名有姓的干部 所以我们只说事不说人啊 不便把这些人也全都露出来 尽管这些人以多予离世啊 成为历史人物啊 所以当时这个上勤下传的这个结果呢 的确是出了点意外啊 这也是林牧先生看到了 在从这里看到了问题所在啊 所以他特别在文稿里 把这个现象也描绘了一番 而这个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啊 这是万言说 像这样的东西啊 那是绝对不可能是 躲过初一躲过十五 是吧 果然在1966年爆发的 全国范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呢 杨伟明的事情又被滴露了出来 你比如说当时这个西安市市长刘庚 向中共省医生办公厅 送达这个万言书的时候就说 要送给省委研究处理 而原咸阳行署专言 王世俊给杨伟明复信的时候 就给这个万言书的作者 杨伟明复信的时候说 来信提到了很多重要问题 这对我们的聊 对我们了解情况 研究政策 指导工作是非常有益处的 王世俊还让咸阳行署 把万言书复写若干份 分发给这个行署各个主管部门研究 可以想见大家对这个万言书的真正的想法 是怎么一回事 总之一点 各级政府可以看出 在各种文件批复中对杨伟明的这个万言书是还是比较宽松的 比较宽容的 没有做出所谓义正词言的这个 严肃处理呀 或者是十恶不赦呀 什么之类的用词 所以说是应该是在文革前 杨伟明还是比较比较幸运的 文革开始以后呢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文革开始以后呢 曾经对杨伟明这个文件由中央回复下传 重新处理的这个指示啊 有所不能说抵触啊 有所修正 就是我刚讲的这个 从中间研究学习改正改进工作 有这种指示的 凡是牵扯到这方面的 几乎所有的层级干部啊 都遭到了这个文化革命中 都遭到了批判 也实施了迫害 以至于当时传达这个文件不利者啊 这层层各级层的这个干部啊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迫害 这个文革中的有关这个资料 技术比较少 在林牧的这个书信里头 也没有太多的举例啊 我们就说这个 最后不幸的是 68年 杨伟民家庭里发生了重大的这个变化 在68年 他在遭到了不断的这个批判和什么迫害之后呢 他当时已经有三个儿子了啊 有一天晚上 杨伟民的妻子啊 这时候要说到杨伟民娶过妻生过子三个儿子 他娶的妻子是一个河南人啊 陕西这个地区有很多这个河南人和陕陕玉结合啊 因为很多都是从那个河南因水因自然灾害流落到陕西啊 然后这个叫杨淑珍吧 叫刘淑珍啊 杨淑珍 杨淑珍呢是一个小糊涂大势清醒的人啊 是这个品质是非同寻常的 他对很多人说是 62年毛泽东对他的丈夫提到了这种批评啊 很多地方基层有些议论啊 他觉得无关大局 他认为自己的老公说的没错啊 但是呢 遇到那个文件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大是大非 比如说是包产到货 自由经济 计划经济 节制计划经济 收缩计划经济 等等这种大的这个格局啊 他是有自己的观点的 当然我们在所有资料里 包括在林木的这个书信里 也没有看到杨淑珍的这个 刘淑珍嘛 杨淑珍的详细的这个来路的介绍啊 只知道他是河南人 但是从这点上来看 他对大事确实是不糊涂啊 他们后来有三个儿子 在这个文革中 在68年 有一天风雨交加的晚上啊 他们看到他们的母亲在厨房里 在拉这个风向啊 在烧水 他们觉得很奇怪啊 就去问他做什么呢 最后呢 他母亲说是 现在不是做饭的时候 你们休息吧啊 你别管 孩子们就去休息了 而且就在不久以后呢 这个三个儿子文件了 这个屋子里边有强烈的这个 农药的这个味道 弥漫的房间里 从那个礼物里渗了出来 所以当时他们敲开门进去一看呢 屋里边已经是 弥漫着这个 浓浓的人 呛鼻的这个农药味 而床上呢 杨伟才夫妻俩 双双衣着 崭新 他们当时烧了水 双双沐浴 洗净了自己的身子 然后换上了新衣 躺在床上喝了农药 双双自杀 这真是留下了千古绝唱 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 这个杨伟明的妻子 在大事上不糊涂 到最终了的时候 他能够跟自己的丈夫 为了丈夫的这个信仰 双双殉道 这真是感天动地 杨伟明的这个 我们回个头来 看这个杨伟明的这个说法 他的一系列的 这提的四点 这个改进意见 都是有一点 就是重新把握 这个社会 这个发展的这些节奏 就是说他认为 直到现在 我们是在社会 如意基础阶段 当然我们 他生活在这个时代 有他一定的局限性 他也就在这个圈子内 对中央的一些 毛泽东当时的一些指导 一些方针 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 而他认为这个 初级阶段 就应该直到现在 这个实际上 现在得到了部分的认可 他应该这个东西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冒进了 要拉慢速度 要推迟 而这些建议呢 都发生在四五十年以前 所以说我们对杨伟明 还是吃不透 有关的资料也很少 当然有一本书叫 一夜之秋 大家可以搜来看看 也有人就打算去撰写 这是林牧的这个书里提到 想撰写这个杨伟财的这个传记 但是也最终没有实现 而这中间有一件事情 值得提一笔 就是在野院 就是西安野金建筑学院 就现在的建筑科技大学 当时有一个晚辈 应该现在说 现在年龄也不够就四五十吧 当时呢 这个名字我忘了 我隐隐约约记者有这么一件事 而这件事是确实是有的 他看到了 通过什么渠道 看到了万言书 他曾经到了湖县 找到了杨伟明 和杨伟明一见如故 然后彻夜就住在杨伟明家里 彻夜座谈 从此成了挚友 而最后呢 他也为杨伟明的这个 文化革命遭受的迫害 等等一些东西 也传说 替他辩解 替他怎么怎么 而最后呢 他被作为献信反革命 执行了枪局 这算是一个大悲剧了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杨伟明这个事情 很多人不太清楚 不太知道 因为他名声确实太小太小了 但是他的信仰 他所提出的建议 却是惊天动地 和我们之前 昨天之前说的林昭 张志欣 娱乐客 和他们的思想 不相上下 都是指导乾坤的 济阳文字 而我们民族呢 对这些事情呢 绝对不能熟视无睹 应该拿起这些东西 对杨伟明进行研究 对这些 我前面说这些人 都进行研究 发扬光大 他们的这种精神 对吧 仅以今天不成体统的胡侃 这种表述 纪念知无知 一个思想先驱者的知无知 表示七周年祝贺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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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